嗨大家好我是吳子靜 做麵包有將近18年的經歷 那今天要用簡單好理解的麵包教學 帶你套入手做麵包的新世界 那在家做麵包其實並不難啦 這支影片我要示範一款不用攪拌機 就能做的基礎歐式麵包 叫做培根麥穗 這款麥穗麵包外型非常適合大家一口一口撥來享用 也很適合分享給家人和朋友 那使用的原料不管是在歐洲或台灣 都是很常見的培根、乳酪絲、橄欖油和黑胡椒 還有以及歐式麵包的麵團基礎 麵粉、水、鹽巴跟酵母 那為了方便大家在家裡面製作 這款麵包只要手揉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使用專業的攪拌機 也不用非常高階的蒸氣烤箱 就能烤出具有很道地的歐式風味的麵包 好我們現在要準備來 這個製作培根麥穗的麵包 那這個麵包我們用手揉的方式來進行攪拌 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那個 大盆子 然後我們把酵母跟水先倒進來 因為手揉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沒辦法像攪拌機這樣 攪拌得那麼充分 那通常時間也會比較短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要手揉麵團的話 可以先把那個 酵母和我們的這個水先化開 把酵母均勻的溶解在水當中 這樣等一下在手揉的時候 你就不會花太多時間去攪拌 讓酵母再溶解 所以我們先用打蛋器稍微把這個 酵母和水溶一溶 那麵粉等一下進來的時候 它會成團嘛 所以在成團的過程當中 很多材料其實 是需要花時間下去溶解的 那如果我們有辦法在這個時候 先把比如說鹽巴也放進來溶解的話 會比較好 但是 因為鹽巴下來之後 這個鹽巴碰到水 它的這個鹽水會形成一個 比較高濃度的環境 可能對酵母產生有一點那個 滲透壓的 不好的影響 所以我們 鹽巴加下來 攪拌溶解的這個時間 越短越好 越快越好 所以我們現在 加鹽 加了鹽之後你快速的讓它 拌一下 越快越好 這個時間不要太久 稍微拌一下 它沒有什麼鹽力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麵粉 也加進來 那雖然是手揉啦 不過你要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橡皮刮刀 攪拌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用手 先把這個麵粉還有液體 就是 稍微這樣 和一和 那因為前面 我們把那個所有的 鹽巴和酵母都已經先跟水混合過了嘛 在 手揉的這個階段你就不用擔心 酵母會不會 攪不散 會不會融不了 或是鹽巴會不會融不了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喔 就直接用手揉 那揉的程度大概就是 揉到沒有什麼麵粉顆粒 就整個都是 均勻的團狀 然後它不用揉出麵筋啦 雖然我們手揉 大家可能會想像說 是不是要用手 一直揉一直揉 要去摔麵團怎樣的 但是其實可以不用 等一下我們會教大家如何在發酵的過程當中 增強麵團的這個彈性 所以我們前面這個攪拌階段你就 讓這個麵團揉到大概 你看不到那個明顯的粉粒 沒有粉塊沒有粉粒的那個狀況就好了 好現在差不多了 好那這個麵團攪拌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那個 盆子裡面 噴點油或磨點油 這樣 等一下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會比較 會比較好操作 噴點油磨點油 OK讓麵團不要黏住那個 盆子邊邊 OK那 以上就是這個麵團的攪拌非常的方便 我們就是 把那個 酵母鹽巴 跟水混開之後 溶解之後 我們把粉加進來 和 就是大概 和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進行基本發酵 對那因為我們這個麵團使用的是常溫水 我們用常溫水 所以希望它的那個 發酵時間大概就是在室溫一個小時 那等一下 我們一個小時的過程當中 每隔15分鐘 我們讓麵團 折疊一下 翻面一下 拉折一下 因為這個麵團 只用手 這樣拌勻而已嘛 它基本上沒什麼彈性 沒什麼麵筋 所以我們在 發酵過程當中 盡可能增強麵團的彈性 那發酵的過程當中呢 為了避免這個麵團 接觸到空氣 就被風吹乾 我們就在 上面 封一個保鮮膜 好 我們現在封個保鮮膜 那因為我們的麵粉放在室溫嘛 水也是趁室溫的水 就大概25度 所以攪拌完 這樣厚完之後 它大概就是25度的溫度 我們就讓它放在室溫 開始進行這個 15分鐘的基本發酵 OK我們現在過了15分鐘的時間了 然後我們要來進行這個麵團的 折疊翻面 增強這個麵團的彈性 所以 如果大家想要方便一點 不想再洗手的話 可以像我一樣 準備一個這個 刮刀刮板 然後你可以沾一點水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麵團 這一整圈 由外側把它往中間 去翻折 像這樣 往中間翻折 沾一點水 往中間翻折 那有經過拉折之後 它的側邊 你看到 這個地方被拉得比較緊 它就會 有比較好的彈性 那對麵團來說 這個時候增加彈性 等一下我們在整形 在 烘烤的時候 它會比較有那個 脹力 比較有 這個 往上膨脹的這個力道 翻完了之後呢 我們稍微把它 轉個方向 上下這樣 轉個方向 把它稍微 整理一下 整圓 OK 那這樣我完全都沒有用到手 手就可以維持比較乾淨的狀態 然後可以輕鬆的翻面 翻完一圈之後呢 把它上下 稍微顛倒 我們在 封上保鮮膜 然後 再度的讓它進行 第2次的 15分鐘 OK 那我們 封上保鮮膜之後 再讓它進行第2次的15分鐘發酵 好我們的這個第2次的15分鐘已經 時間到了 那現在 總共發酵30分鐘 我們要進行第2次的翻面 那我各位不想要太浪費那個 保鮮膜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 這樣 翻 一半就好 保鮮膜開一半 然後我們一樣從外側 往中間 拉折這個麵團 往中間拉折 這樣我們保鮮膜開一半就可以 待會就可以不用再換一個保鮮膜 避免浪費 然後拉折一圈之後呢 把它 就是上下稍微 撈過來 上下顛倒一下 好 這樣就完成了第2次的翻面 其實也是蠻快的 然後我們再把它 保鮮膜封起來 再次進行第3次的15分鐘的發酵 好 我們的麵團現在已經經過了45分鐘的發酵 現在要來進行第3次的翻面 那一樣我們可以把這個稍微露出來就好 那過程都一樣喔 我們把這個麵團從外到內 有外到內 拉折拉折 那因為我們使用的是那個乾酵母嘛 然後如果 你用的是新鮮酵母的話 乾酵母跟新鮮酵母比例大概是1比3 就是如果是 1克的乾酵母大概就會是 3克的新鮮酵母的使用量 然後我們同樣這樣 翻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上下稍微 顛倒整理一下 回到團狀 回到團狀之後呢 再蓋上保鮮膜 那現在要準備進行最後一次的15分鐘喔 最後一次的15分鐘發酵 好的我們現在這個麵團已經完成了基本發酵然後 可以先來看一下 就是它現在應該是比較蓬鬆一點的有充氣感然後你覺得它好像脹起來 脹起來你摸起來就是裡面有比較多氣體然後鬆鬆的感覺但是還是有一些彈性喔 那我們在這個麵團的製作過程當中因為是用手揉的嘛 那手揉 跟用攪拌機做起來的差別就是我們手揉比較沒有 麵筋 強度比較沒那麼強 那用攪拌機你這樣攪拌的話麵筋的強度比較強會比較Q彈 所以如果再做一些比如說像我們今天做這個培根麥穗 調理的 你希望它吃起來的那個斷口性好一點 裡面有夾餡 要好咬斷的話 我覺得用手揉的這個效果還不錯就是你咬的時候不會有太強韌的那個拉扯撕裂感 就是比較輕鬆的可以把它咬斷 所以像這一類型的如果真的要方便輕鬆做的話手揉是一個好選擇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麵團 撒點粉然後從 這個 盆子裡面挖出來 挖出來 那這個份量可以做兩個啦 我們今天的這個 培根麥穗我們可以製作兩個 我們就把它平分成一半 平分成兩個 180 來 我們 平分成兩塊之後呢 先找一個比較漂亮的麵 把它稍微拍一下 拍完了之後我們輕輕的翻過來 這個是剛剛比較醜的那一面嘛 我們把那個 醜的那一面卷在裡面 這樣 稍微卷一下 讓它變成 預作成這個 條狀的外形 等一下我們包培根會比較好包 把它稍微這樣卷一下 然後卷完之後 外面看起來應該是要比較完整的 平滑完整 不要有那個裂開的那個 破皮的地方 我們讓麵團 在 這個桌上 鬆弛 因為我們卷完嘛 它會稍微比較緊啦 要整形的話 等一下要 捲東西 拍開不好 我們先讓它在這邊 休息大概10分鐘左右的時間 等一下再回過頭來整形 那休息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樣 為了避免這個麵團 接觸到空氣 乾掉 我們可以在 表面 覆蓋一個 塑膠袋 再會保鮮膜 然後不用貼得太緊沒關係 就是避免空氣 吹到麵團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就 繼續等待10分鐘的這個 靜置鬆弛 我們大概過了10分鐘的這個 鬆弛 然後 現在要準備來整形這個麵團 那我們今天是包那個培根嘛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點那個乳酪絲 那如果各位想要做任何的變化都可以 你可以包鹹豬肉啊 或是 鬆板豬 雞肉 熟的啦 然後 薄腿香糖 都可以 任何你想包進去的材料都可以包 咖哩雞 和牛 越包越多 我們輕輕的拍 把它稍微拍平之後 這個 這個 收口的這個比較醜的接縫處 朝上 然後我們 把這個 培根放上來 然後再包一點這個乳酪絲在中間 看起來就是相當美味 然後首先我們從上到下先卷第一卷 麵團大概蓋住那個培根的一半 大概蓋一半 然後第二卷我們再由上到下 把這個上端跟下端接縫處稍微 捏緊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把我們的這個培根 還有一些些乳酪 包進來 OK喔 來再一次 就先放旁邊 割 割 後來 把這個 把這個 也好 你 那 我們 坐下 這個 我 好 那我們做完這個包覆培根的步驟之後呢 我們把麵團放到烤盤上 然後我們現在要剪麥穗 所以我們準備一隻剪刀 然後這樣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好 我們讓麥穗稍微有一點幅度 彎曲的幅度 再來一次喔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稍微有一點彎曲的幅度 這樣好像還比較好看 OK 然後這樣算是整形完成了 我們就接著讓它一樣 在室溫進行最後發酵大約40分鐘的時間 OK 我們的這個培根麥穗的麵包已經經過了最後發酵 現在要準備烘烤 那烘烤之前我們可以先來摸摸看麵團 它現在的發酵的程度 就是你摸起來它會有很微弱的這個彈性 因為剛剛我們有捲頸嘛 它會有一些彈性 然後這個麵團的表面摸起來 你會感覺到有一點鬆鬆的 但是它就是鬆鬆的這個壓下去之後 你會覺得裡面的空氣好像有點被擠壓掉 但是麵團還是會給你一些些就是這個回饋 有一些力道的回饋 對 那如果你稍微大力一點壓 它的那個指痕 原則上還是會有一點那個指痕 留在麵團上面的這個痕跡在 好 那發酵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準備烘烤 烤之前我們要在上面先刷上一層橄欖油 然後撒一點胡椒 再放上那個乳酪絲 OK 那我們現在先來刷橄欖油 所以不管你在麵團裡面包進什麼東西 我覺得只要是鹹味的這種調理類型的 你都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烤之前的最後調味 橄欖油 胡椒和乳酪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乳酪絲 你也可以選擇那個起司粉 那個帕瑪森起司粉 也非常的搭 先刷一下 刷上這個橄欖油 麵團在烘烤的時候會把橄欖油吸收進去 麵團會變得更有滋味 那胡椒我們就現磨一些 現磨的胡椒味道總是比那個已經磨好的還要好 香氣會更棒 然後乳酪絲 撒一點在麵團上面 好 都有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入爐烘烘烤 那我們使用的溫度 這個一般的家用烤箱 如果你有上下火的話 上火大概可以開到最高溫250度左右 那下火我們就用220度 那這個烤盤等一下就放在最底下進去烘烤 那如果你的家裡面的烤箱只有一個溫度 那你可以把上火加上下火 再大約除以2 所以如果是上下250跟250的話 你大概可以用個235度左右 或是你有旋風爐的話 也大概用235度 但是你那個風力就不要開太大 不然這個法國麵包的麵團 比較容易被烤得乾一點會比較硬 好 那我們就在入爐烘烘烤 好 放在最底層 好 那烘烤的時間大約是15分鐘左右 那我們待會再過來看一下烘烤的情況 好 我們現在這個培櫃麥酥麵包大約烘烤了15分鐘 現在可以出爐了 非常漂亮喔 來 就是表面的起司烤得比較深 然後香氣非常足夠 那麵團就稍微有點金黃色上色 那我們為了讓它的口感再更濕潤 然後香氣更好一些 我們出爐的時候趁熱 再刷上一次橄欖油 那這個橄欖油刷上去之後 麵團的那個外觀看起來會比較 要有那個光澤 油亮油亮的光澤 OK 那這個培格麥酥麵包 原則上因為是法國麵包的麵團 所以我們在吃的時候 就盡可能趕快吃掉 然後因為它一解一解的嘛 所以很好拆分的吃 那特別是像這樣子的 鹹味調理的麵包 如果當天沒吃完 一定要冰冷凍 不能讓它在室溫 尤其是台灣夏天比較熱 那個培根可能不是那麼耐放 在室溫的話 今天分享的培根麥酥麵包 是為初學者設計的內容 那麵包製作的技術還有姿勢 有非常多 那用不同的發酵方式 操作方法都可以做出不同的口感 還有風味的麵包 那如果想學習更多麵包製作的姿勢 就趕快跟我買這堂 世界冠軍歐包線上課吧 課程中會分享超過25款麵包 教大家自己培養天然酵母 然後用不同的攪拌和發酵的工法 來示範麵包的製作 讓各位在家裡面 使用家裡的家用烤箱 就可以做出冠軍級的美味麵包